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大家好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想我们前面 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来让大家了解 那么现在 我们所生活的当下的 全球重要的一些大事 当然还是集中在中美关系 最近美国国会 陆续有两个法案通过 现在都引起中美关系 相当大的一种 紧张的一个张力 一个就是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 那么另外 就是昨天在美国 联邦众议院所通过的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叫做新疆人权法案 所以你等于说 有一个香港人权法案 然后再来一个 新疆人权法案 之前当然已经也有提过 所谓的台湾主权的主张 台北法案等等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在大陆来眼中看起来 那就是美国公然的在支持 这个港独 藏独 港独江独 可能也包括台独 就引起了一连串复杂 连锁的反应 那他因此 也对中美的贸易谈判 就形成了一种影响 好 抽丝剥茧来为这几件事情的关联 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归纳分析 跟这种整个情势的一个了解了 好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香港法案的部分 香港法案公布了以后 大陆是六部委 那么一起来批评美国 那么批评完了之后呢 大陆外交部后来就公布了一个反制的措施 那么这个措施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军舰 这个要停泊香港来补给 那么宣布说 给予这个等于停止 等于停止了 比如说不准了 那另外呢 要对有几个 这个包括自由之家在内的 这个有美国背景的NGO 那么要对实施制裁 这所谓实施制裁 可能就是对他们在香港的活动 要给予限制 因为这些机构 现在大部分在中国大陆 是已经不能活动了 好 那当然很多人看到的是说 这样的制裁 看起来是力道有一点轻 虽然声音放得很大 力道有点轻 而且可能会有副作用 比如说你这个不让美国的 这个美军的这个船舰 飞机啊 不能去停靠香港来补给 那么美国呢 大不了一个是到菲律宾 或者就是越南 因为现在在越南的县港 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啊 美国还是可以停泊补给的 那当然如果能够有选择 他们当然希望到香港 因为香港的补给环境更好 而且英语环境啊 对官兵来讲可能更喜欢 但除此之外 在这个事件之后啊 现在又出现另外一种声音 这是一些美国的战略专家提出来的 他们认为说 那么既然北京啊 这么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呢 那美国是不是可以考虑啊 那么提升跟台湾的军事交流 也就是说 让这个要补给的美国的基建啊 干脆就到台湾来补给啊 那当然这会变成是相对提升到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地步啊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有没有可能存在啊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好像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克鲁兹啊 他已经准备要推出台湾主权象征法案了 那么主要是为了要相对的局部来解除 因为美国的一通政策所造成对台湾人员的限制啊 比如说不准他们 所以这个新法的话 他是希望能够容许啊 台湾的这个外交人员在美国展露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从这样的一路发展下来的话 是不能排除啊 如果大陆拿香港啊 不让美国这个船舰去停泊补给的话 美国会不会因此把左营啊 当作是一个选项啊 这就不能完全排除啊 因为事实上在2017年的6月啊 那么当时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就已经以21票对6票通过了准许海军 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一个决策啊 但当时因为中国表达不满啊 没有能够在院会当中表决啊 但是2017年的年底啊 美国在台协会已经跟台湾的海上运补业者洽谈啊 希望由民间厂商来承拦 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内的食物跟淡水以及日常品的运补啊 2018年就去年的10月 美国海军研究船汤马斯号已经停靠了高雄港 三天之后才离开啊 那么当然大家双方都说是一个学术交流 但显然也会有补给的行为了 所以呢这一次看到啊 中方啊 中方再次拿出香港的这个补给啊 来作为对美国的香港人权里民主法案的一个制裁 那么会不会反而刺激了这个啊 美国干脆就把船舰啊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啊 干脆就到台湾来补给啊 好那这样子的话 对中美关系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刺激啊 好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呢 刚讲到说啊 这个美国参议院 中医院就通过了新章人权法案啊 那么九月份的时候呢 那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那昨天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啊 那么是针对新疆参议院的法案的一个修订啊 那么是以407票同意 一票反对来通过啊 那么现在两院呢 就会协调通过一致的版本之后 就要来送给川普总统来签署了 那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呢 在大陆啊 那么有八个部门啊 包括大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外交部国家民主事务委员会 国家反恐办 以及新疆自治区政府啊 还有区人大常委会 区政协啊 都接连的发声啊 谴责美方啊 那么现在传出来 那么美方大陆可能啊 的反制措施 可能会禁止所有持美国外交护照的人员 进入新疆啊 来作为反制啊 那这个当然现在看起来都还仅止于啊 一种比较是呃 叫骂式的一种交交力啊 我讲叫骂式就是说 还没有因此对于根本性的这种啊 对立啊 那么做出一个决定啊 比如说大陆如果真的要对啊 美国在关香港法案的一个不满的话 他有没有可能说 干脆要美国的驻香港领事馆啊 你给我封管啊 驻香港领事馆 大家都说那个地方啊 是美国情报大本营啊 那你有办法就叫他封管啊 那如果这样会代表 那就两边的冲突就升高 但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啊 很可能还是希望为了这个贸易谈判啊 那么不要涂生波折啊 但是贸易谈判现在啊 摇摇摆摆啊 大家没有人敢说啊 百分之百的讲啊 说这个贸易谈判一定能够 可以在12月15号之前得到这个结果啊 那么现在啊 美国的说法啊 这个一方面有讲说 这个乐见这个协议能够能够两边签署啊 但是又讲到说也不会排除在12月15号 立刻调涨关税 从25%调到30%啊 好 关于这个关税的这个时间点 在那15号啊 那么大陆方面当然提到说要求 这个协议一签署之后 之前所有调涨的关税都要回到原点啊 那么这个恐怕美国不会这样接受 但是美国如果要求协议的签署 只是把原定他想要增加的在12月15号 加的从25%再到30% 把它取消回到正常的 回到原来的这个15%或者25%啊 这大陆肯定也不会接受啊 所以呢这个12月15号的这个加税啊 现在有几种可能啊 一种呢 一种是两边达成了协议啊 那么美国决定不签署了啊 那但是我刚才讲到说 光是这样大陆可能还不会同意啊 大陆要求你在追溯把之前加的关税 至少你要减一点 就算不能回到完全的原点啊 就看美国怎么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还有一种可能是啊 这个啊 美国就宣布啊 这个延期再延期三个月啊 那这个延期三个月的话呢 那么当然就是说是缓兵之计的啊 不要立刻的这个撕破脸 因为两边都有没有办法退让的一个原因啊 那当然还有不能排除第三种可能啊 就是干脆直接加税的啊 那直接加税的话 那真的就是一个啊 经贸上来讲的话 就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啊 巷战的哈 兼臂轻野了 那大陆也很苦恼 因为大陆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筹码啊 可以对美国做出反应的 因为贸易上来说 中国大陆是一个这个相对的啊 这个享受大量顺差的啊 你要提出相对的报复 这个会非常的困难啊 好 那么所以呢我们大概会是带着这样的氛围啊 来进入到2020 也就是说还是以中美啊 这样的一个关系为主轴的一个国际 当然他牵动的可能还非常的多 包括很多财经面的影响啊 那么我们今天啊 要邀请啊 这个啊 两岸政策研究会的理事长啊 谭耀南啊 到节目现场 他最近刚刚在美国啊 做了一年的研究啊 那么有非常多观察有关中美这个谈判的一个所产生的影响 特别是跟台湾的部分啊 那么会非常的精彩啊 请您不要错过了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 邀南兄早 早 秦龙兄早 各位秦龙大家早安 对我知道您刚刚结束您在美国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一个一个 course 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在brookins 对大概八个月左右 八个月啊 八个月 好刚好这段时间啊 这个中美贸易战或者说中美关系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事实上从去年的三月开始了 大概就是从这个中国通过了这个修宪啊 那么这个习近平可以无限期的任职之后 那接下来就开始两边先从这个几个科技产品的美国对他的制裁 然后接下来就贸易战的爆发了 那现在已经多了一年多啊 并没有让我们想象中的说立刻有一个结果出来啊 但是呢毫无疑问他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 现在已经有人在谈说 因为最近的一个预测啊 我想也可以来看到 就是说环球贸易啊 最近有一家调查啊 这是德国的一个保险的大德基的安联 那么他底下里有一家保险公司 所发表的全球贸易展望 提到说2019年的全球商品跟服务贸易的增速啊 应该是最近十年来最低的啊 那么预计大概就增加1.5% 明年呢会稍微乐观一点 但是大概也只有大概1.9啊 那贸易增长小幅提升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却有很多受害者啊 那么他认为这里头调查 发现中国是全球贸易趋缓的最大受害者啊 那么德国也是啊 这几个国家啊 但是呢 好因为我们要回到中美之间啊 现在大家都说这个两边的都有意愿啊 要促成签署协议 甚至有人说可能会在达沃斯在瑞士啊 可是呢 好像都是雷声不断的响啊 但是雨点都没有下来啊 你怎么看这个中美这一波的协议的谈判的情势 是 我看是这样子 就是说美中贸易谈判一直大大谈 谈谈 大大停停 大大停停了啊 那么每一次在谈 好像看起来有一些结果的时候啊 那么都有一些内部或外部的因素 或情势的改变 那把这个进展延缓 那么经常在过去 很长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呢 好几次大家认为绝望了 可是又忽然又有突破 又往前进展 所以换句话说在过去这一年半里面啊 那么常常都是在一个出人意料啊 或者大家预期之外的情况之下呢 打打停停 进进退退 以现在来讲 之前本来啊 那么要在这个智力的APAC的时候签 因为往后延了 那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第一个 呃 在关税谈判上去遇到一些障碍 那么美 川普的选情 他的弹劾案 香港的事件等等 那么现在是不是能够再达沃斯 呃 能够签 不敢说 嗯 那么过重点是说 呃 十二月十五号还有一个关税的时间的呃 呃 要不要转 要不要转 对 那都有变数 那更重要的是说 其实啊 这个呃 关税只是整个的美中贸易和整个的科技金融全面开战的一个部分而已 而且其实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是 当然 关税受到影响的人很多 嗯 可是如果这个啊 协议能够签啊 或者甚至不能够签第一阶段的协议 那么在关税上面呃 可能得到延缓啊 或者可能得到部分的解决 但是整个的美中大的对对质的格局啊 嗯 那么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协议签啊 或不签呃 呃 产生改变 对 所以有人在形容说哈 这个美中现在的对抗也好冲突也好 其实贸易的这个角力啊 还是最外外外圈的 是的 是的 那么由外往内的话 接下来贸易再来是科技 科技再来是金融 嗯 金融再来的话就是意识形态 嗯 那么最核心的是这个叫做power啊 权力啊 也有人用这样的形容啊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具体而贴切啊 好 那贸易我们大概都看到 现在到底能不能签得成不知道啊 科技的部分啊 当然啊 这个华为是一个很典型的 对不对啊 那华为你所看 但是你从华为这个例子来看到了 你认为两边的科技战啊 会是一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科技就跟贸易战或谈关税不太一样了 嗯 那个青龙兄 你晓得在美国在提高关税 对这件事情 其实在美国的决策精英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呃 对于呃 贸易自由化啊 对 自由主义 全球主义 跟反全球化啊 反自由自由贸易 这个还是有不同的论述 不同的意见 嗯 但是就所谓的科技战或对中国的相关产品及服务加高啊这个出国管制或科技管制 所以这件事情起码在华府啊那么包括民主共和两党啊包括国会跟立法包括相关的这个质户有绝高的共识啊不敢说是呃百分之百但是这个共识度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那么换言之啊换言之啊那这这第一个第二个啊就说科技战所谓的科技管制这个其实完全是落在美国的国内法的范畴嗯联邦的立法交由行政部门执行行政部门呃行政措施出来之后 用国内法的方式是换句话说这个不需要谈判嗯啊当然他实际上有一个两国之间的互动他要衡量对不对他要衡量嗯可是在你一个有国内的就好我所国的美国的联邦的啊嗯那么行政立法高度共识的情况之下嗯这个执行的步骤力道跟强度跟速度嗯可能会第一个会持续啊第二个会呃超过很多目前的想象啊是因为目前大家看到的很多呃比如说呃呃 媒体上看到最多的是美国的商务部嗯啊的所谓的实体清单对那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包括华为在内的这些中国的公司放在这个里面说美国的厂商主或者是说要跟华为做生意一定技术含量的外国公司啊你要跟我申请出货管制许可对我可以准许你嗯我也可以不准许你我的政策可以改变可以抓大放小可以各个时候调来做出调整嗯但是呃美国在去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 其中有一项出口呃出口呃出口呃呃出口呃管制的改革法案啊那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目前正在这个这个美国商务部订定实行细则嗯开始试点开始列出各个不同的呃呃行政规则但是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是这个如果一旦呃大力道的实施的话那么包括目前在列的就是所谓的基础科技嗯和所谓的新兴科技嗯只要落在这个基础科技跟新兴科技的这个名单 嗯那么只要你对中国嗯啊那么做所谓的出口嗯啊这个出口包括概念式的出口不是实质商品的出口而已了嗯啊换句话说你脑中的东西啊放给了中国的科研人员这个在概念上也叫做是同或等同出口那么就要跟美国商务部申请出口管制许可嗯那这个实体清单呃这个就不是实体清单了这已经是法律规定新的法律出来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 对主要以中国为主的啊这个高科技的出口管制的规定了这个一旦执行下来它的力道是非常强嗯而且这个所谓的这个啊这个是这个基础科技跟新兴科技的名单呢嗯其实跟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所需要的科技其实是高度重叠高度融合的哦几乎是冲着那个2025的发展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一对一科技管制对决的这个概念明白哈那我们 自己这个对决定对台湾或者对同样的亚洲的这一些啊高科技为主的国家的生产有什么影响我们下一段会来谈哈我想再跟您在进一步再往下推就是说那有人讲说金融好像还没有对不对还没开始哦可是好像又有嗅到一种氛围了哈就什么氛围呢因为现在又传出来路透前两天讲的了哈他说川普在今年稍早的时候 曾经考虑把华为哈踢出美国的金融体系嗯也就是说禁止华为用美元来交易哈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swift的这个系统哈还是美国所建立的美元的全球的交易啊哈这个是维持美元霸权的一个做法那金融的部分美国难道不担心你把华为这样踢出去的话你以为是伤害到华为但会不会也影响到你这个美国的这一号全球金融体系呢是啊金融金融的 呃管制哈又是另外一个面向了哈那个这个包括第一个以美元为本位哈或以美元为交易的呃货币是那么也包括了这个投资啊包括说把中国的这个公司啊那么这个要求中国的下市啊在美国下市在美国下市对那么也包括说限制哈嗯那么美国的投资投资基金包括共同基金啊不能投资中国的股市或投资中国的金融商品等等嗯这些 都还没有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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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整个的供应链 价值链的脱钩 整个的所谓的分道扬镳 听起来供应链 价值链的脱钩 对台湾的冲击就会很大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掉 我刚前面讲到说 最核心的两国之间 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冲突 美国现在跟中国之间 有没有出现到这种 叫做文明冲突的情况 也许我们可以举 美国国务院 有一个叫政策规划室的主任 Karen Skinner 她在去年4月的时候 她讲过说 她说中美竞争是中西文明 跟意识形态的斗争 中国是美国所面对的 第一个非白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那么这将对美国造成 更大更长期的威胁 程度超过当年的苏联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我们前面讲到的贸易战 金融战的苗头 科技战 意识形态 事实上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 都已经是开始出现的 这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 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环境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要来继续跟耀兰兄 请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他对台湾科技产业 跟经济发展的影响 那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跟这个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 谭耀南 那么来聊一聊 他刚刚从美国考察学习回来 有一个八个月在Brookins的 那么特别关注到美中的 这个关系的一个演变 我们刚前面也讲到 从贸易战到科技战 已经是赤裸裸的公开了 那在对台湾的影响 其实在昨天这两天的节目 我也在节目上跟专家 有谈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一方面 这个中美贸易战 让全球贸易包括科技产业 整个的成长是衰退的 那么但是当中 台湾似乎 台湾当然是一个科技出口的大国 科技产业的大国 可是我们相对 我们受到影响好像比较小 好像韩国 这一个ICT的这个产品的一个降服 出口降服都到二十几% 所以韩国的经济也不免受到影响比较严重 台湾呢 台湾好像只有降到两%三% 总体出口的部分 那后来大家说 因为对美国的出口成长了很多 虽然从对中国的出口是降低的了 但对美国出口的成长可以抵消 而且从个别公司来讲 台积电现在业绩很好 那么台积电是有美国的订单 也有中国的订单 然后联发科是专门做中国的订单 特别是华为的 业绩也非常好 股价也非常的高 好 所以大家目前看起来 美中贸易谈判好像众人憔悴 但是呢一家风景独好 就台湾好像还不错 是这样子吗 其实台湾在短期之内 就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产业 在美中两国的这个全球化 自由化的氛围之下 它其实是左右逢源的 它在整个产业链里面 其实是站在一个最优势最好的位置 所以当美中贸易战争开打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美国跟中国两边会抢单 会抢产能 两边会预留存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今年 实际上不只是下半年 从第一季开始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就是说先下订单 先抢产能 先预留存货 以至于台湾在产业链的位置的时候 就处在一个绝佳的地位 但是这个在刚开战 刚开打的时候的前期是如此 两边要备量 所以先争取这边的订单 如果我们就是在过去 一直在科技产业界 在产业链卡到一个绝佳的地位 但是如果真如 真如我们提到的 这个整个的产业链的脱钩 这个彻底的执行这个脱钩 这个decoupling的话 那这个时候 台湾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趁这个机会 耀仁兄 耀仁兄是美国纽约州 纽约州的职业律师 所以他对英文字的用字 非常的精准 decoupling这个字 跟听众 这一次我想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 会常听到这个字 跟大家再讲一下 他代表的意思 我想decoupling 其实就是 我跟你分到扬镳 本来黏在一起 现在是开 这个本来是在讲地缘政治上的概念 但是现在在谈decoupling 在华府经常去提 就是说你跟我之间 基本上价值上是根本性的不相容了 fundamentally incompatible 我跟你一点都没关系了 完全这个贸力神河分到扬镳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 所以华府经常在谈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在整个的 这个中国产业界跟西方产业界的 彻底脱钩的 total decoupling这个概念 他能不能够彻底的执行 有没有后遗症 那么执行路径对不对 力道如何 那这个事情都在讨论 但是那个方向上 这个已经 对 我们最近大家注意到是说 这个 华为的 不只是decoupling 不是只有美国在做 中国也在做准备 像华为现在那个叫做MAT30 是不是一个新的 最新款的手机 号称所有零件 统统没有美国的零件 金龙兄你讲的很好 这个也是 也是另外一个例证 就是说 我们在讲这个脱钩的概念的时候 其实是美中之间的产业界 都在预期这个事情 都在准备 那您刚刚就讲 对台湾的产业的影响 对 短期内当然是好的 因为你在脱钩的过程中 大家各备量 对不对 各个分别的下单 分别巩固 你个别的产业链 里面的这个链条 里面的供应者 对 这个可以理解 但像目前 比如说台积电 据说台积电 他有做大陆的 对不对 他在江苏 这个南京也设厂 但是他主要的客户是美国 但是呢 有人就说 那他怎么办去两边 因为两边的客户 可能都对你不放心 那台积电现在有本事 他把防火墙做到 让你很放心 而且我一切 根据这个法律 美国所提到了哪一些东西 现在 这个不需要牵涉到 这种美国和同不同的问题 那当然除非 除非两边撒红了一眼 把那个标准调整了 变成台阶都没办法执行 那目前来讲 好像还好 当然我们虽然不谈 个别具体的公司 但是的确如主持人讲的 以目前来讲 因为现在是美国商务部的 实体清单 那他有所谓的外国公司 他要求做一个美国来源的技术含量 那在目前来讲 现在的这个规范面上面 在美国 那么对台积电并没有发生 实质跟立刻的影响 负面冲击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因为现在的这个行政措施 被递延 所以可能明年 或后年出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对整个定义上面 比如说对什么样的公司 被视为美国公司 那台积电在这个新的法案上面 在实施上 会不会被认为是美国公司 那你在处理的 是不是落在这个 这个基础科技 或新兴科技范畴之内 是不是要跟美国商务部申请 出口管制许可 等等等等 坦白讲 现在看到的轨迹跟迹象 但是还不是那么明确 也有转环的空间 当然这不只是一家公司而已 其实是整个产业链 那么有数千家 在整个价值链 整个供应链里面 但是这个规模远远不及 台积电的公司 都在各个角落 那么冲击的幅度会不一样 但是在整个 如果正如我们讲的 这个美中的 这个供应链 彻底脱钩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在中长期 势必会送到冲击和影响 那个比如说了 那如果我就是只做一门 生意也够大 可以活得下 比如说假设我联发科 那我以后就专门做中国了就好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产业的选择 这个就是产业链的选边 你要在这个 美国的这个供应链 加持链 还是要在中国 过去你不需要 过去你在全球化的 在美中之间的关系 你刚好卡到一个最好的位置 现在的话 往这个方向推 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我们就会预见到说 你要变成要选边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他们讲了 如果只是贸易战的话 那么他为了投币关税的话 他可以用这种 尤其国际性的大涨 像我知道台达电 他们就把一些生产线 从大陆移出到泰国 到台湾 或者甚至到其他地方 欧洲也有可能 那他这个国家 他可能可以说 我要去大陆 我如果是卖给大陆 我就在大陆生产 我卖给美国 我就离开大陆 那个是关税的概念 那是关税 对 但现在你讲的是科技产品 对啊 那其实科技产品就是跟 跟那个产品的科技技术 技术 对 你的授权 你的那个什么来源是哪里 那比如说像联发科 他生产的晶片 卖给这个华为 可能比较中低端的 也许他就 他就不在乎美国 有没有什么管制 那就是换句话说 就说 我们虽然不讲具体 个别的公司 但如果你纯粹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你纯粹你的技术来源 跟美国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你的你的生意 所有的东西 都是跟中国有关 是 那你就在中国的 这个这个链条里面 对 那你当然就不受影响 同样的道理 那么如果你 你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的机具技术 所有东西都是美国 完全跟中国 不发生任何关系 对 但是以现在的这个世界 以目前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 很困难 对 你的机器 对 你是全球贸易 从来来的 对不对 你不可能 将来怎么变 我们不知道 刚刚您提到说 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对 大家都在准备了 是不是有可能 真的就嫁接了两个 完全不相容 完全没有交集的链条呢 是 如果这样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就已经不是 美中的问题了 这是全球的 全球的整个的反全球化 反暴力自由化 那么跟过去 二次战后以来的几十年 慢慢建立的这个 整个的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是完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那会不会那么快 或者会不会彻底执行 产生什么后遗症等等 这个我们还要再看 但是这个方向 这个轨迹 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 所以听众朋友 其实在冷战时代的时候 不只是军事意识形态对立 当时东西阵营 就是社会主义 跟自由民族主义的体系 美苏 基本上贸易量很少 经济是不太发生关系的 我们讲的经济全球化 其实是90年代以后 才在整个前苏联垮台 就是说原来的边界 那个障碍已经消除了 才全球化整个市场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的 以前的跨国公司 其实只有做半个地球了 现在跨国公司 你说像麦当劳 你当然在莫斯科 在北京 通通都有 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 已经走了30年的全球化 会不会现在又面临一个新的 一个我们讲退缩好了 也就是说会不会变成 变成说各有各的 这样的一套系统 那么所以有人讲说 这个叫科技冷战的时代 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台湾的影响 恐怕不只是这样子 会有哪些影响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会来 继续跟这个谭耀南 理事长来请教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我们讲到说 现在美中的关系 从沿袭到以前讲的 这个地缘政治的 这个Decouple 那现在Decoupling 是要在科技产业 也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走向 那当然这个最直接的影响 就全球的供应链 会不会全面的解链 那这个解链的意思就是说 会变成各自有一整个系统 各自有各自的系统 我们讲到说 那这样的情况 台湾会不会面临美中的一个选择的问题 那当然个别的产业 我觉得有可能变成是 一部分企业就选择中国市场 一部分企业就选择中国以外的市场 这个可能性存在 但最辛苦的大概是 你两边现在都有业务的 你到时候会很痛苦 要怎么办 好 那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说台湾跟美中之间的 关系的一个互动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要处理这样的事情 虽然美国是完全 从他国家利益来考虑 但是他可能也得考虑到 就是说那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让他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 那么需要有一些 更细致的一些做法 我这样讲的意思主要是说 当我们开始要 台湾产业要面临到 即将而来的 这个全球供应链的解链 形成美中各自的一套系统的时候 这个时候 美国怎么看待台湾 美国怎么看待中国 这就有影响了 这政治的影响就来了 你在华府的这八个月 十个月的一个时间 你怎么看美国对台政策 在过去这段时间 以及2020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我之前就讲过 就是说这个过去四十年来 那么美中关系从来没这么 没有像现在这么差过 就从建交以后到现在 对对对 那台美关系呢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 从断交以后到现在 没有错 没有错 那所以现在就美中台的关系上面 从美国的角度 当然基本上 它跟台湾的关系 是越来越紧密 那这样讲就是说 但是以目前来讲 美国并没有去看 或是去改变 那么它的一中政策 这个方向 但是这个实质的关系 是越来越紧密 那么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越来越紧张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这个发展在2020年 基本上也是朝着这个轨迹 在往下走 是 那OK 这是一个部分 那但是现在因为台湾的选举 要到了 那这选举到了之后 一个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态势 因为大家当然注意到说 最近台湾有一个有关 间谍网的事情 而这个间谍网 隐隐约约 隐约似乎也有美国的 一个角色在里头 因为它是从澳洲爆出来 但我们知道澳洲跟美国是五眼联盟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意思说 您有没有嗅到美国 似乎在这一次的台湾的选举 事实上已经有所倾向性的一个支持对象 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不同的候选人 不同的政策主张 那么韩国瑜对于 他的这个政治立场 是否过于亲中 我相信美方一定有关切 那蔡英文总统的这个两岸论述 的政策路线 基本上对美方来讲是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那么在这个选举的状态下 我不认为美方会很积极主动 明显的去试图去影响 台湾的选举过程跟结果 而美方也再三去强调说 这个对于民主国家 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 他只有自己的过程 只有自己的选举的过程 那么对他的整个过程 是高度尊重 对他的结果 那么也不会试图影响 我想这个不管是从台面上的话 和实质上 因为目前现在选举看起来 以目前来讲 大概这个小英 大概民调上赢得远远超过两成 那么甚至有民调做出来 甚至要碰到三成 所以在这个过程 不管是从这个官方 美国的官方立场跟政策 或者说实质上 实质上 现在选举只剩下三十几天了 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结果 我相信 我相信 美国不至于 对我们台湾这次2020 那么1月11号的总统大选 和立法委员选举 不管就过程 还是结果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 所产生的一些事情 那么扮演 这个太多的角色 包括说 这个情报网 或者包括什么 那我想资讯共享这件事情 或者是情报机构 互相之间的互动 这个大概选前选后选中 大概都一直有 你讲到选前选后选中 那如果蔡英文顺利连任的话 最后一个问题跟你请教 你觉得如果蔡英文想要往 更加的 或者说党内有压力 要他一定要往制限的方向走 美国会不会出手 或者倒过来 蔡英文想要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所谓的 最近有一个话题 蔡席会 那美国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想第一个 这个自限的方向移动 我想这个不会发生 所以民进党内有人在这样讲 这个不会发生 那么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 那么当然就是说 这个国会 民进党过半 跟国会没有过半 但是形成一个 这个相对多数 这个可能在整个政治过程中 会不一样 但是不管有没有过半 我想所谓制限 这个大概不会发生 那试图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其实 其实蔡总统一直要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说 这个中国对于 这个蔡政府 那么以目前的状况之下 他并没有主动去愿意 跟蔡政府去修改或改善 在选后的政治关系的这个意图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 因为这个整个的大局 刚刚也讲了 其实美中关系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您提到说 美国会不会所谓的出手 或者会不会表示意见 我想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华府还是持续热见 那么两岸关系的改善 那么华府还是鼓励说 这个双方能够这个 以一个这个非武力的方式 一个和平的方式 一个双方有尊严 双方都接受的方式 一个这个前提是 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 所以人民的意愿非常重要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 整个过程中 两岸关系的改善这件事情 是大家乐见的 包括我相信 美国也是乐见的 我做一个长期观察 美中台三边关系的 一个媒体工作者 我做一个这样的评述 你看看对不对了 是 我认为美国会 乐见两岸关系改善 乐见对话 但是它更乐见 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改善 是在民进党手上去完成了 去实施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如果国民党当选 而两岸关系的改善 美国还要担心说 两边走得太近了 您这是一个很有趣 很好的观察 基本上我同意 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当然这样的发展 能不能把它导向解释说 美国因此就支持 民进党的候选人 这也是两回事 因为我们都记得 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是很清楚的支持 是马英九 而不是蔡英文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2019年的确 美国对于韩国一总统的 对中国政策或两岸政策 那么是否有亲中的倾向 在2022年 如果韩国一总统会当选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 台湾跟大陆之间的格局 的确确确是有疑虑 那这部分当然 也试图说明 也有说明 就我了解 这块是不是有说得那么清楚 是不是有解除美方的疑虑 我也不知道 所以换言之 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 它希望是一个可控制的改善 是的 而不是一个失控的改善 当然可控制跟失控 到底什么判断 这个美国可能也是根据它的标准 好 非常谢谢台湾南修 谢谢听众朋友 收听PO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